土江的360新田广场三楼 80%的商户都关掉了 这全关掉了 从一年前开始关的 现在一年多呢 陆续80%都关掉了 之前关掉了还没租掉 然后二楼也差不多关掉了70%了 五楼的那个小师 二三十间 去年年底也集体关门了 太惨了 实体店太惨了 所以想开实体店的朋友啊 一定要小心啊 没有特别的把握 我千万不要开实体店 360广场 三年前是很繁华的 很热闹的 效率很好的 现在整个商户 可能50%都关掉了 现在商场里也没什么人 人很少 商场 在外面还在装修 要把商场搞得很漂亮一点 外面装修了半年了 里面都没商户呢 外面装修又花几百万 上千万吧 这个会不会打水漂啊 我得亮了 你试着 这一段时间 我会给你 你试着 你试着 有时